作詞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當年 執著風雲無邪 望灑万里逃天 等不住未言 今天 往心阔烟云烟 平凡度日如年 恐有下心愿 一幕幕千军万马场面 一步步成为万人脚垫 一个人聪明会有什么危险 请可以经过多少考验 爱与恨还有多少改变 有没有抓着身穿的空间 抵住了背后残怜 定住了孤立无怨 小将的不可一世 不可一切 握住了无情的肩 全力更深与胸辩 千古里雪弯弯在终点 一转眼灯海丧天 再为首如月中天 一转眼灯海丧天 还有多少英雄在出现 有没有抓着身穿的 مس你 中国人的处理 尽管世宏 什么人 都不損三 在这儿 大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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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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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四两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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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治病 吃药没药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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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病吗 阿呸 你去看病呢 那你老母干什么呀 别人看病不成吗 兴兴兴 他在哪里 就在那边 好好 走吧 跟我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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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有人看病不带我去病人家里 带我来码头干什么 那人让我把你带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该走了 喂 喂 好 喂 喂 是你要看病吗 是要看病吗 病人在哪里 大夫 请坐 好 请问你有什么病 你看我有什么病 我从小就有气喘病 偶尔有些咳嗽 真的吗 我倒看不出来 大夫 我每天吃很多东西 可怎么总是胖不起来呢 当然了 你不仅不会胖 而且还很瘦 对不对 那是为什么 你一定很喜欢吃 生冷油腻的东西 而且肚内还有回虫 你说得不错 那你能治吗 你有气喘又有回虫 为什么不去买九神丹 九神丹 我吃得不舒服 扒肚子 你还有别的药吗 有 很厉害 大夫莫然高明 四爷 你哥回来了吗 他还没回来 他还没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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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看 嗯 请问你找谁 请问小平姑娘在吗 我就是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七度府的宋师爷 四夜请您去看戏 轿子已经到了 你等一下 哥 是找我的 我先出去一下 自己小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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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大人 四爷 今儿唱的是哪一出啊 唯四爷 今儿唱的是木合寨 不知四爷您喜欢吗 喜欢 小平姑娘 请 四爷 小平姑娘到了 小平姑娘 看座 今儿我们听的是木合寨 皇上 开始吧 是 四爷 开始吧 开始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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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您这儿慢慢听着 下关告退了 走 回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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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打扰了 打扰了 张大人 怎么着 也有兴致听戏 这么好的戏谁不想干呢 得了 看多了 谢谢四月 四月 您看这戏还真火啊 太臭 太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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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拿下来 小瓢 小瓢 站住 你点好好的生哪门的气啊这是 我没有想到 你对张伯隆那个果冠那么客气 是张伯隆怎么了 是他杀死的任权附权家 紫规也是他害死的 那这紫规是你什么人呢 我和他从小一起青梅琢瓦长大 好 那我听到 我曾经冒死潜入张伯想要行刺 结果没有成功 你想行刺张伯隆 对 你党够大呗 这多危险呢 想过吗 我只想为紫规报仇的 以后别干这些事 有四爷我呢 我一准替你报这个事 你说话曾做 你放心 只要我拿到证据 我绝不会饶了 谢谢四爷 你是不是在想谁把小平接走了 我想是四爷 那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想不到四爷会请小平去看戏 四爷 四爷表面上看挺冷漠 实际上挺有人情味的 小平为了紫规的事 真的很伤心 我知道 不过有四爷关心他 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谁啊 是我 是我 是 小平姑娘 我得谢谢你今天晚上陪我看这场戏 应该感谢四爷才对呀 天晚了 回去说说张心 去吧 来人哪 送平姑娘回去 是 四爷 四爷 您回来了 奴才给您请安了 这大话成为嚷嚷什么呀 怕别人听不着啊 您注意这么久奴才也是担心 我在这里等了好几个时辰了 西班也应该没这么晚吧 大胆 关起主子的事来了 奴才不敢 爹 你到底怎么了 没关系 就是有点咳嗽 那那怎么办呀 危难堂中 难得你这番孝心呢 爹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 那个大夫开的药效果好吗 多亏你师父出面 才得来这药 确实不错呀 那怎么 哦 我忘了 爹的药只够吃两天的 那怎么办呀 老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的 那你 你打算怎么办呢 除非 再把那个大夫请来 不然的话 那你就亲自 去药房去配药 好 那我明天就去 不过 这样很危险 爹 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孩子 那 你可要小心了 嗯 不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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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要什么药啊 我要九神丹 小姐您要什么药啊 来 来 拿好 谢谢 慢走 你说 你还没有尽快 那是 你不保护了 那是 你不保护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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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快点回去 找年大哥吧 年大哥 风神医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跟丢了 他失踪之前 跟什么人接触过 他跟一个乞丐说过话 之后我们看他 进了一个巷子里 我们马上就跟进去 可是到里面他们就不见了 不过 那个乞丐被人打昏了 八成是严慎干的 嗯 风神医说过 要只够用两天 可是现在已经四天了 接下来的事 让我来做 奴才托福 叩见八爷 起来吧 谢八爷 八爷 不知找奴才 吓着了不是 别紧张 老是回答我的话就是了吗 找 你主子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 没 没什么呀 什么没什么 奴才冤枉 不是奴才不愿意跟着 是主子 他不让奴才跟去 是 看来也不能全怪你啊 最近 你知道他们都去了哪些地方啊 回八爷的话 奴才真的不知道 混账 我听说他们去看过戏 奴才确实不敢撒谎 奴才只是每天晚上 帮主子开开门而已 开开门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有天晚上 奴才看到有个女的 送四爷回来 真有此事 奴才绝对不敢跟八爷撒谎 好 你先下去吧 这 四哥呀四哥 看你染上一身风流病 回去怎么向皇阿玛交代 好 我这是在哪儿 聪明的你就别问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们就是机灵钱庄的两父子 果然是个聪明的大夫 阁下的这只手 我曾经把过脉 你说得不错 他才是真正的病人 他吃药以后的反应如何 如果不是有效 还找你来干吗 吃的药很舒服 可是气喘要犯了 病又回来了 本来你们是养尊出油罐了 现在躺在这么个地方 还习惯吗 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 你若是胆敢泄露我们的秘密 我就先宰了你 其实死并不可怕 死人也有被救活的时候 不过像你们这样刚耗着 比死人好得了多少 好坏是我们 不关你的事 如果你们相信我 说不定还能救你们 少废话 我们谁都不相信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那还找我来干什么 你只要把他的病治好就行了 快 没事 你去岁边 你帮忙 你找他 我老闹 我老大 你待一个心 你来用来 曼莉根 抓住 我来 我来 儿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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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远飞 走吧 走吧 财大人 麻烦想四爷通病一下 好 稍等 四爷 提督大人到了 让他进来 这 财大人 请 柴子荣参见四爷 起来回话了 谢谢四爷 四爷 永春园已经演完了 我知道四爷您喜欢看戏 给您请了凤鸣员 不知四爷您喜欢吗 永春园这个戏班子谁请来的 这 来了多久呢 大概有一个月吧 金陵这个地界乱糟糟的 没人看西 这个戏班子怎么还会奔这儿来呢 欺平四爷 可能是阎山请来的 马上去告诉陆尘 把这个戏班子给我封了 所有的人和物质 得一一地盼上 折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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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严大人 现在怎么办 追 下 驾 驾 驾 来 来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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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驾 驾 你们知道什么的 启禀大人 我们是细班的 要离开金陵 我看看你们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是奉命行使 要把你们带回去问话 死 你 不银行 一遍 一遍 十二 一遍 十二 十二 十一 十三 十二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言伸 四哥 立即 大胆严慎 你可知罪 草民严慎之罪 金陵田庄是怎么回事 你如实招来 你儿子和他的同伙 跑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现在是人赃俱祸 要向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人称 八爷问你话 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回答人的话 草民真的不知道 如何回答 所以不敢 胖子 公堂之上你不是沉默 就是顾左右而言其他 分明是藐视朝廷的钦差 妨碍公务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看来若不大行伺候 你是不肯招了 贝勒爷大人请饶命 不是严慎我不说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 我问你 为什么勾结贪官 私藏国库税银 谁是幕后主使 快快从事招来 是谁透露了消息给你 在钦差到来之前 你关门停议 回贝勒爷的话 实在是家门不幸 只有独子 从小蠢坏 物交损友 好赌无命 一点家业 差不多都让他给输光了 不得已啊 你胡说 你偷藏的那些银两 被截获却分文未动 分明你是巧言吝啬 快快如实招来 免得受皮肉之苦 你到底要把那十八万两 运去哪里 银子是印网经 中的 何人接受 眼神 你是不是认为 只要你死过招供 将来你幕后的主子 就一定会来救你 是吗 眼神 我们现在供查获的 库金是三十万两 这么大的数目 你一个人扛得下来吗 快说 谁是你的幕后主使 天神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来念你年迈体弱 好好说了也就算了 不想你这么顽固 我也老了 打死我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这 我说 你不是什么人 我说 我说 你怎么能召唤 你怎么能召唤 不想你 我自己想想 你怎么这么说 我说 不想你 再说 那你没什么 你怎么能召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意 一直陪着你 就算并不容易 想着你 无忧无虑 海角天涯也会相遇 不愿意 我们的距离 一点一点看伤 等着你 身不由己 可一切没关系 如果爱是一阵眼播出迷离 我一定已假命 无限圈光永远在先锋 有没有退路 到最后才不会翻山碎谷 我会跟着你痛苦 跟着你孤独 不怕硬 不怕输我的心 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会跟着你残酷 跟着你糊涂 你却会不会陪我一起哭 一样的忙碌 这美丽的错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